为控制本地目前最大的活跃冠病感染群 成都生医院管理层要求员工遵守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 包括全体员工下班后应该直接回家 除非得外出办理必要事物如购买必需品 医院职员也被要求单独吃饭并继续外带食物 同时也应该尽量的减少社交活动 包括出席聚会和到人潮拥挤的地方等